來玩這款遊戲 衛國戰爭 目前只有開衣服而已啊 這款遊戲其實已經出了幾天有了 要玩的話 也可以等心服 有沒有感覺 氛圍已經慢慢出來了 威襲 保護基地車 帝國老 準備等著 這個戰鬥很可以的 下達作戰指令 唉唷 即時戰略喔 即時戰略捏 手上方可以看到有寫 沿路往東繼續前進 主線任務 全部 打起來啦 所以我們可以各別移動 也可以 直接按全體移動 接下來我們要到這個地方 按全部 點這裡就好了 好 這邊有沒有什麼啊 編隊模式 至少處隱藏畫質 都最高的 來支援有金喔 雙明山進來啦 走下方 章節任務 一樣我就是第一天要跑很多章節任務的 建築 建築 進行建築 好了 我們就隨便蓋一個位置吧 兵營 建造 蓋一個位置 到目前為止 這個體驗下來 是挺好玩的 所以 近期沒有什麼遊戲的情況下 這款遊戲 能不能符合 各位新裝的期待呢 我看應該是不行 呵呵呵呵 好啦 加速訓練 全部領取 要玩的話還是等 開第二服吧 不然 可能會有成長上的差異啊 是一個問題啊 畢竟都已經開來 開了幾天了 你們直接過去啦 支援一下 打爆他們啦 先攻擊他們 好 好啦 整隊再過去 左上方有戰鬥托管耶 解放雙手 哇 原來2020年 RTS即時戰略 已經有自動托管 怎麼樣 有沒有符合現代話 呵呵呵 我解放雙手了以後 我要幹什麼呢 我突然 就沒事做了 我突然 就沒事做了 砲擊 喔 有FU 砲擊 有冷卻時間 欸等一下 我剛剛是炸我自己的人 還怎樣 砲擊 攻擊 偷襲 連技輕輕 不講無的 偷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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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遊戲都肯定會做成有自動戰鬥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個什麼 早期那種年代的作品 會搞自動的真正原因是因為 不是每個土豪都喜歡手動 他想玩但是他沒有那個技術 但是他口袋有錢 遊戲公司他要的也不是你的技術 他要的是你口袋的錢 所以啊 做成自動戰鬥啊 無可厚非啊 必然的結果 你要淪落那麼多的玩家群 當然就要有自動的啊 這樣子 全金凸局 當你按了 好我們把作管解掉好了 其實他這個戰鬥說是即時戰略喔 但我覺得他有一些融入推官的劇情在裡面了 是不是 炮擊啊 蘿蝦啊 現在是1-2關卡 喔 太無錢了 哼 我完全被打爆了耶 補充我 但是變化性不大 你用手動的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呵呵 用刺動就好了 以前呢 是異國那個是因為 他每分每秒的變化性 都是會有期待的 所以就很刺激這個 這個不用了 這個看起來像你冰種夠強的話 你整點壓過去就行了 剩下都交給刺動 然後我們只需要來觀看一下地形 發發大招 謝謝啦 軍備 這是部隊 這邊有等級 所以部隊要去進行提升 所以他算是一款推圖遊戲啦 手除送S級雷暴勇士 福利部分 喔 還挺多的耶 還有VIP獎勵 最高到VIP16 軍需處 還有什麼地方呢 右下方 郵件沒有獎勵 好啦 好吧 生產 發電戰 進行戰鬥 好啦 那結論已經出來了 這款遊戲 只有算是很輕微很輕微的 即時戰略 其實他就是主線推關這種概念的 然後可以開自動戰鬥 所以也是數值碾壓的遊戲啦 那喜歡的話可以下載玩看看喔 大家掰掰 掰掰